賴清德動算 賴清德動算 一次排開牽手喊動算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逐一早來到綠營票倉三寵敗廟 在地小機顯神力挺 營造團結氣勢 這次我沒選 主要就是因為 有點誤會 想要做一個部分區的 我有跟賴主席報告給 所以讓女兒睡醒 讓年輕人 下至現場熱鬧氣氛 老大哥立委宇天 出了向選民喊話交棒 也當民想賴清德爭取不分區地位 過去我們宇天議員說得不到 2008年 民進黨立宿的選舉裡面 回顧2008年的總統立委選舉 當時馬英九氣勢眾望 民進黨這一仗只拿下14席 不分區和13席的區域立委 濁水吸一倍更只剩下兩席 而一天就是穩住其中一席的 關鍵人物 不只靠自己力量 為綠營穩住三重票倉 余天也是民進黨的超級主選員 各種造勢場合只要余天一開口現場 總能贏得台下熱烈掌聲 掌聲鼓勵是否等於換得不分區一席 賴主席四兩撥千斤 讓老牌正將余天的下一步路留下想像空間 歡迎請晨晨煌中盛 SN小組新北報導 哈囉 我是萊娅 想要搶而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